请说出您的诉求 我们那天就是吃饭 离开饭店完以后 我们在路途中 也就十分钟的路途 送我妹妹一块 就是在我们家小区口 坐六二车站 就在那等车的时候 我爱人说我有点不舒服 我说你要不舒服 你就先上楼吧 因为就在家门口 我来人他就说不好受 突然间他就不行了 就晕倒了 我赶紧给抱住了 抱住完以后 我就跟后面有一家店 我从他们家拿把椅子 叫我爱人坐下了 坐下去之后缓解了吗 过了一会儿缓解一会儿 他就出现了抽搐 要呕吐的那种感觉 当时我认为是心脏 他心脏也为不老太好的 以前心脏出过问题是吗 对对对 结果我赶紧给闺女打电话 闺女就在跟前住 就赶紧赶到了 我们就送往医院 先生的时候恢复意识了吗 送医院的时候 有意识了 您自己当时有跟家人说什么 说哪儿不舒服吗 当时运过去之后 醒过来就叫着孩子脑子运 走不了道 我说我们姑娘来了 想打110我别打了 再打110再到这儿来更远了 我说不如打个爹赶紧奔医院 医院二十五十五十离得近 开始活到十分钟 到了医院以后呢 我们就挂完号 一看你等的人挺多的 我们就走一个抢救那个 多加那钱 就赶紧到那儿去检查 开始就医痛检查心脏 你知道吗 等于你们跟医生说 他心脏不舒服吗 对 因为那医院说 他有什么病史啊 对 我们说他坐过搭桥 结果呢 就医痛检查 就是心脏方面 一看心脏没有麻问题 排除了心脏病的问题 张先生的妻子陷入了茫然 既然丈夫不是心脏病发作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然而此时医生的一番话 却给了他一些提示 插完心脏没有毛病 就插个别的方面的问题吧 结果大夫就跟我聊天 你们今天吃麻烦呢 我说我们吃的那个树羊肉 烧烤 就说待会儿这咽血的结果 就出来了 行了 不用检查了 你看你这个氧化碳中毒 你一批正常人啊 高出一倍还多了 过来晚以后 他说你们就得坐高牙烫那西洋 说咱这医院没有 天津市只有那荒乎医院有 他说得你们赶紧转院吧 那么早我们又打着120 去奔着环户医院 就我们就吸着这咽阿畅 到环户医院呢 结果在那等着 去看病等着 因为当时夜里 这咽阿畅没有人 知道吗 这又现打电话 又把这个大夫 从家里开车叫来 就我们就吸着这咽阿畅 吸完咽阿畅 看完了这病 已经夜里两点多钟了 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在第一家医院 就已经知道 是一氧化碳中毒了 对吧 对对对 然后一直到第二家医院 去进高压仓 去治疗缓解 对对对 那在这个过程中 有没有想 怎么会一氧化碳中毒呢 当时他一说吃醉 我就满汗 我说的 是不是咱吃吃完肉 是碳的火锅 木碳的火锅 传统的那种 对对对对 就是我们这种 传统的火锅 对吧 火锅是碳不是这种 它现在的碳比以前 更进步一点 无烟碳 无烟碳 大一点的 那个碳比这个还厉害 它不像那个 咱吃火锅 上面有一种 稀的那个 那个大概的那个 没有那个 没有排风的装置 你的意思是吧 排烟排风装置 咱有的是吃烧烤去 是吃麦 上面有一个 抽抽抽那个 有的在上面抽风 有的在下面抽风 你们意思饭店 是只是一个桌 没有这些上下的抽 没有 我也看见那个说 我们去那边 甜比较亮 这床嘛也都灌着了 你当时吃的时候 闻到了炭火的味道了吗 闻不到味 没有味 因为我们在这家 以前吃过一丝 教的挺好的 挺认可的 后来我这次呢 就带着资格嫁人 请朋友 就介绍去 看那是挺好吃的 再往那吃去的 等于是家庭聚会 对吧 多少人啊 算孩子七个人 几点去吃的 我们四点半吧 怎么那么早就去了 因为我从幼儿园接孩子 我四点接的孩子 接完孩子直接去办那 就叫做早吃完 直接在那聚会了 对对对对 就是这么回事 吃到几点啊 应该是七点半 因为我们在吃的过程中呢 正好有个服务员说的 你们要办个会员卡 有优惠这个那的 我们两口子 对这个牛羊肉 爱吃这口 后来我们就下楼 办的会员卡 办完会员卡是 16点4622秒 办完以后 我们又上楼 又吃又给的那个 酸梅汤嘛 将近七点半 我们从这店出来 那从四点半到七点半 三个小时时间不短呢 对对对 家里有其他的人 感觉不舒服吗 当时我那小孙女 就说妈呢 奶奶我不舒服 可是我就认为 孩子可能在幼儿园 累了一天了 我说你妈 你躺奶奶就大腿上 躺件说你躺会儿 一会儿我说 你妈妈和你爸爸 下班又接你来了 躺会儿 就也没往那儿想 对 后来晚以后呢 我们儿子来电话了 一会儿就接孩子走了 我把孩子送到楼下 把孩子接走 回到家孩子 没有在说什么是吧 没有 后来我知道 他一氧化碳中毒了呢 我马上想到这孩子 因为孩子说不舒服嘛 我马上就给儿子打个电话 我说得怎么样 孩子有不舒服的感觉吗 他说没有啊 靠着一双手 奔向中国梦 和谐中华 雨露滋润 和肥贵 我包吃饱了吗 吃饱啦 还吃得这么多 你好 我要一个大包包 您好 要一个秘质烧烧 请吃桂花鱼 再帮我点一个板鞋 我吃饱了 我吃饱了 请吃饱了 我吃饱了 我吃得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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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 我们先领这些 一会儿不过我们家 但足以成燎原之事 让万牧山民化为焦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你有骂事 我就把这情况说了 我说我们昨天带你这儿吃饭 中了一氧化碳中毒了 我说那你们谁负责 后来他说你找我们店长吧 店长就出来了 我把这前前后后跟这店长说了 我说我这个吃饭的票据也有 后来他说不用不用 我们这儿有监控 我可以到这监控 他说没事姐姐 你们去看病 该看病看病 我们有保险 你们看病的票据后来给我 我们给保险公司寄过去 我说我们这个打敌可没有票据 我说是闺女拿那个手机叫的车 他说这个没问题 那小钱没问题 态度挺好的 其实挺积极的 对 开始态度挺积极的 咱们整体先生去医院检查 包括吸氧 这个花销大概是多少 花了六千多块钱 但还有七百多块钱的打第一钱 总体就是六七千块钱 对 后来在这一礼拜之中了 我爱人在三月三十号那天早起 应该那天去吸氧去 因为我们家里给老人上坟嘛 他们那天就没吸氧 我们说挪到礼拜一在吸氧 大夫说行啊 我来完以后早起 我爱人起来了 起来了呢 六点一刻吧就要走了 突然间他说的 我有点不舒服 他说我脑挂晕 晕是不是血压高啊 我说的就拿那个 给他量量血压 一看血压特别高 一百七十五 一看我就赶紧给他喝那个家药 喝完家药还要走 他就在这说话的过程中呢 他说我这个腿不得劲了 他说我穿鞋怎么穿不上呢 我们一看这个 我赶紧给闺女打电话 我就说你爸不舒服了 跟那天一氧化碳中毒 感觉相似吗 不相似 这次是怎么回事 头一次一氧化碳中毒啊 那人脚趾就完了 这次脚趾呢 好像脑刚的性质 脚啊穿脱鞋 脑子明白身体不受智肺了 对不受智肺了 出来呢大夫就怀疑 是不是脑梗啊 结果鬼气就是一通 连输液啊带检查啊 当天吧就是也没检查出来 是脑梗的迹象 转天又一通检查 我当时我在这方面 我一想 因为我们在黄乎医院呢 这大夫跟我说 这个必须得吸氧 因为这不吸氧 这后果很严重 因为出现并发症嘛的 后遗症嘛的 你了解到的有关并发症的内容是什么 说的是骂的 小脑迟钝 半身麻木偏袒 挺厉害的 后来我就脑子就想到 是不是这是后遗症啊 我当时第一时间 我就给这店长打电话 我就把这情况跟他说了 后来他说的 你们先看吧 后来我跟我们老板说 我行啊 后来再打电话 他的态度就变了 他说那个 我们老板说了 你们有骂事 你起诉吧 这是在先生那天去检查 你打电话 然后他很快给你回馈了吗 就是你说态度变了 是在 他没给我回电话 是我给他打电话 问他怎么样 后来完以后呢 这么多又得在这儿住院了 住院就检查 检查后最后结果出来了 是他的精锐出现的问题 我又第一时间 我又给他打电话 我说这小兄弟 查出来了是那个精锐的问题 不是最后遗症的什么事 我说不是你的问题 我们不可能去赖你们 知道吗 我跟他去产生 今天小兄弟就撂了 你好 店长是吗 李先生是吧 是这样 曾经在你们店里用餐的 张先生两口子 他们来到我们行物现场 就说到了 其实两个月之前 在店里面就餐之后呢 导致先生身体状况不舒服 经医院检查 是一氧化碳中毒的这个事情 那现在事情经过两个月了 现在店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呀 经过保险公司上去决定 没有出过的证明 是我们店中的营养化碳中的 这是保险公司的回复是吗 对 因为他是70多岁的老人了 而且他有心脏病 你知道吗 今天就说 你氧化碳中毒 挂不上什么关系 因为大家在我们店 就30的时间是下午4点 多不到5点到的 接着过点走到 他拿来这些证明 上边是4月段 9点到10点 知道吗 对方是20点15分去挂的号 咱们应该从他离你店 到他挂号这个时间来看 而不应该按他治疗完了以后 再跟你联系那个时间来看 他如果要治疗了三个月 昏迷了三个月 你不能说过了三个月再找我 这话不能这么说对吧 既然有证据证明 他是氧化碳中毒了 那么就短短的几十分钟时间 那么你们是否有什么证据 能证明他氧化碳中毒 是从别处中毒的 不是在你们这儿中毒的 你们一定要对这个 要承担相应的取证责任的 当时这个店他吃饭的 他一块他同堆了六个人的 别人都没中毒 到他那里就中毒了 你知道吗 你从屋店走去 你是好好的没问题走的 你知道吗 你刚才的观点我们能理解 但是现在的确确有 氧化碳中毒的这个诊断 而且已经治疗了 相关的治疗记录 这么大数据 我抽象人民并问题 都得着急吗 我不能承认这个事 我承认这个事了 你们完了没了 这么大数据 生气还不好 你以后有办事都得赖上 我明白 你这个观点我们能理解 你说的非常实在 我们也分析出来这个事了 就是你们前后态度 发生很大的变化 我们觉得一定是有原因的 对 我再问一个事实问题 你们投保的 是不是公众责任险呀 对对对 就是场所责任保险是吧 对对对 下一个事实问题 你们那边是有监控的对吗 对 这个监控假设将来 如果有别的话 你们愿意提交给相关部门吗 这个监控 对所量都是一个礼拜 它现在都两个月了 这个就不好找 如果这个监控 对你们非常有利 你们为什么不保留住呢 因为我们这个没法保留 它电脑的内存 就这么大一个礼拜 它此行就顶走了 那如果说这个监控 能够证明你们的观点 你们完全可以拷贝下来呀 当时他找我们转弯的 当时我们也调开这件事 我们也是车时 他在我们家办的会员 非常感谢你能接受我们的采访 也非常感谢你是这么坦诚的 其实刚才我们现场 跟张先生两口子在这聊天 他们是因为很喜欢你们的店 包括你们的风味 所以才会到你们店里面 一次二次的去就餐 包括办了你们的会员卡 希望这个事情 咱们大家是本着一个协商的 一个原则去解决 好不好 好 那好 谢谢您跟我们连线 再见 好 那就 没事 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跟店家比较顺利地 进行了一个通话 您能再给我描述一下 您当时吃饭的场景 例如是否是在一个包间 还是在大厅 大厅的面积有多大 咱们的桌子的位置 在哪里摆着 我们是在二楼的左边 几乎靠脚上的 它这个没有挺 它这一楼的没有挺 架开着 架开着 架着屋了 我们坐在二楼那个脚上了 先生坐的位置在哪儿 我们俩哪一楼 我们俩哪一楼 他坐这儿 我坐外边 您是比较靠边 对 他靠边上 周围有窗户或者其他 没有 外面没有窗户 是那边的有小窗户被小 当时是三月月底 钱还凉着 他开错 不可能 比如我们跟他砸了他 他还错也没开 也没开 因为我们第二点去 就跟他说这事 有一个小副员跟我们亲自说 别让你们就连我们都过去 饭店里有排风设备吗 没有 像一般那个像我们吃烧烤 我们都有那排风管道去抽 整体他又没有 不要排风设备 整体就三个 那是二楼看见三个 你是打120到了医院对吗 打第一 打车 没骂打车呢 叫120也没更打乎时间 出租车票有吗 没有票 就个马路拉子 上车的地点能查出来吗 能查出来 在那个歌颈道 离饭店有多远 从饭店到我们家才十分钟 你们走这十分钟的目的是干什么的 是我妹妹商撮 是我妹妹商撮 在等车这个商撮的功夫 她出现这些问题 我问这么多的目的就是想证明 你们离开饭店的时间比较短 你们没有机会再到第二家火锅店 没有 没有 这个我们要合适 不是开玩笑 而且要说这个事实 就让法官相信 对 这附近也没有 没有 您说第一个是小孙女 发生了一些不舒服 对 小孙女也坐在您的旁边 对 我们三人骂一人 但是小孙女后来在医院 没有做过检查是吧 没有 当时我们在这医院时候 对大夫说 我建议你们就产的人 都做个这个检查 后来我教的 我也没有骂反应 我也没做这个 我就是给家人打个电话 在这儿其实提个醒 如果一旦我们去饭店就餐 或是出现了一个人 有身体不适的症状 不仅仅是氧化氮中毒 包括可能其他食物引起的中毒 那真的相应就餐的人 要做一个同样的检查 这样可能给我们以后 一是排除我们身体 是不是有毒害 二是将来未出现这样的情况 更能说明问题 是 你所有的医药费票据 常识上都是可以进行医保的 对吗 是 能走医保的 你这6000块钱 有多少能走医保 走医保是走了 得有3000多4000吧 郭女士 我看到您这个材料的一份 医疗保险意外伤害 附加保险理赔申请书 对 您这个申请书是 这个是慢的哈 大夫跟我们说的 这一块可以走那个意外险 真说白了吧 我那天跟那小兄弟说 我也不愿意叫你们赔偿多少吧 我说我们该这个走意外险 得报销在一块呢 能报销一部分呢 我们报销一部分 我说你们店呢 就少赔一部分 这个意外险已经给报了是吧 对 已经给报了一千 对 自己社保一部分 自己商业保险一部分 最后扣完了 还剩多少不能报的 就这6000 所以还没算过 你没算过 你怎么找对方给你报销呢 大家我这样问你们 刚才你说一共6000多 现在医保报了3000 我先说大数不说零多 医保3000没你吗 2000多 他那是花了四千块钱吧 75%报销嘛 我就算大数 算2000 医保报了 反正的 然后商业保险报了1500 那还有个2500 也就是说2500到3000 大概一个数是报销不了的 对 那个有液化碳 这个浓度高的时候的报销器吗 安没安装 他有没有这装置咱不知道 你第二次出现病重 加重 你怀疑是后遗症 表现是什么 表现脑子晕 头晕 晕完之后 回来喝这静小眼的药 我再闯些闯不上 有点半指不遂得静止了 你要脑数学脑梗梗 住院检查得24小时之后 才能造出来了 好 我下本要问的就是 你刚才所说的大夫告诉你了 是颈椎引起的 不是一氧化碳中毒 引起的后遗症 这个病例上有相关的记录吗 没有 因为这个东西牵扯到 你这个所谓的后遗症 是否是成立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我给你们的建议就是 回来再找专家看一下 的确和这个一氧化碳中毒 没关联性 你别给自己做了一个误判 在医院跟医生诊断的过程中 您问过没问过 像您这种一氧化碳 经过咱们检查超标一倍左右 这种情况属于严重的 还属于一般 还属于轻微 在一氧化碳的中毒 他那种情况 对 这种症状中 他说 也许大夫人说 他说没事没事 我现在不满 大夫人说你现在可别你 这个一氧化碳中毒后果挺严重的 你必须得最起码来 一个疗症十次 对 最少一次 您这检查超标一倍左右的这个数值 在一氧化碳中毒的事件中 属于严重的还是一般的 这个咱不懂 这块咱哪懂的 因为那大夫就说 必须得吸这个东西吗 我查一下 你那氧化的动作很多 但是没说这个值是多少 就高 因为我那值高的低的 人家没提这个 这个是这样 我这份网上也搜了一下 它是如果是轻度中毒的话 前提是神志一定是清楚的 当时他没有意识 那么中度中毒呢 就是患者意识障碍甚至昏迷 所以说这个中度中毒呢 那就是深度昏迷 这个血压下降 你这个而且常伴有脑水肿 肺水肿 没有这个 这个没有 所以说如果按这个来看的话 中度中毒的可能性是非常大 而且明确说一般一两天后 可恢复正常 对对对 这种可能性很大的 当时反正就是说大夫说得骂的 你必须得吸氧 最少得一个疗症 你们那数值是多少 7.6 7.6 更长是3.2 13 更长最高值是3 对对对 高值一倍还高 高值一倍多 对对对 那个我其实专门上网看了一下 就是这个中毒后一般这个表现的话 一般是一周到一个月左右体现出来 你现在一个多月了 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 然后如果说再有更严重的 它往往是对这个神经导致的 对对对 你这个是神经导致的可能性也不太大 你比如说偏瘫是引起了神经受到伤害 引起了偏瘫 你这个可能性也不太大 他那大夫说慢的 后来我们跟他说过 他这精髓挺厉害的 以前摔过脚知道吗 他那个后遗症最主要的体现 就是这个协调功能障碍 精神障碍 意识不清 主要体现在这一种 神经受到损伤偏瘫 主要功能是这种 你这种脑出血 如果根据从我网上搜的 应该是不像是后遗症的表现 但是我们毕竟不是专家 我们只是说为了慎重 再慎重 对 是为了这个 另外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对方都明确告诉你们了 不愿承担这个责任 就让你们到法院起诉 走司法程序 你们为什么不到法院起诉呢 因为罢了 尽可能了 就别把事弄得特别大了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 也就是说你们希望 如果协商能解决 然后就没必要走 你们够杂的法院程序 对对对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情肥本 和谐中华 雨露滋润 和肥贵 我包吃饱了吗 吃饱了 还剩下这么多 你好 蜜蜜 你好 我要一个大包包 你好 要一个蜜汁烧烧 行之会花 再帮我点一个蜜蜜 先生 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 那好 我们先领这些 一会儿不过我们家家 好的 宝宝吃饱了吗 吃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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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要一个大包包 一点火星 一粒火种 她的一生不足一秒 但足以成了原知识 让万牧山民化为焦土 首先这个案子 经过咱们前期调查 其实主要的一个分歧点 产生在咱们吃完饭走出去之后 对 店长也说了 如果是发生他们店的现场 他是比较认可的 对 就是因为你出了店 他认为有其他可能性的发生 所以他们才推妥 但是呢 民事案件 就是假如说咱们去诉讼 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区别是什么 民事案件并不要求 我们像抓一个杀人犯 是吧 一个抢劫犯一样 要求必须形成一个非常严密的证据链 要求百分之百证明是你 民事案件只要我们形成一个证据链 证明它具有高度的概然性 也是作为法官判案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原则 根据咱们刚才所述 我们走出店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 按照生活经验 你们不可能再去另外一个饭馆再吃一顿 所以说法官作为一种概然性 他就可以做出他的判断来 对方所抗辩的说 为什么铜在桌子里 只有你别人不中毒 要中毒应该都中毒 对 这个道理更没有了 原因很简单 每个人的体质 位置 年龄 对对 包括对这个碳的远近距离 对对 是否在通风口 还是在这个避风口 都不同 这些都是综合因素的 不管怎么样 你一氧化碳就是超标了 超标的原因 就是由于你这个碳的燃烧不完全导致的 完全可以得出这个结论 而且它本身烧的又是木炭 你又是在避风口坐在里边 在这种情况下 你一氧化碳中毒的这种可能性 是符合经验常理的 所以说你就是打侵权 法院也会认可的 打侵权的被告 除了餐饮公司之外 你们可以把这个公正责任保险的公司 我刚才我核实了 他们商业保险的 这个是场所责任保险 是一个商业保险的险种 这个保险公司这个险种 它的目的就是 城堡 场所 所有人或者基因管理人 在营业过程中所产生的 随害赔偿责任 由这个保险公司来承担 保险公司也可以把它作为被告 让这个保险公司 在它的保险范围之内 直接赔付给你们 这样的话你们就有保证 但是打侵权呢 它的举证责任在你们这儿 你们要举证证明它有过错 从这个店里的条件上看 它空间相对比较狭小 并不是特别宽敞 对 又是冬天 排风扇和排风设施 并不见得是十分的健全 或者是没有打开 这种可能性 当时去吃饭的人 也能发现了这个问题 第二来讲呢 它在店里也没有安装 相应的一样化碳报警装置 它们也没有做到这点 所以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来讲 店家应该为消费者提供一个安全 健康有保障的一个场所 和这个服务环境 它们也没有做到这点 第三来讲呢 您刚才也说了 咱们的费用里呢 大部分都离保了 个人的意外险也报了一部分 对 但是呢 根据法律呢 我们不光可以要求这些直接的损失 还可以包括护理费 住院的伙食 补贴费 物工费 交通费 这些呢 都是咱们这个可以要求赔偿的范围 我认为呢 假如说 经过跟店里的协商不能达成一致 您去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也应该是得到相应的支持 我跟你说具体一点啊 可以打合同纠分 打合同纠分呢 就是餐饮服务合同纠分 你们和这个饭店 形成一个餐饮服务合同 打合同纠分的被告呢 就是这个餐饮公司 打这个对方呢 违约 违约给你们导致的损失 就像刚才苏律所说的 有这个提供安全保障的这个衣物 提供一个安全的就餐环境 我们健康的进来 你们就有衣物 让我吃完饭健康的走出去 只要你们举证证明 我进来是健康的 出去之后 用一氧化碳高了 导致身体损伤了 这就够了 你们根本就不需要举证 对方有什么过错 对方是故意的 还是过失的 这些你们都不需要举证 但是呢 话说到这儿我想说 我们不主张你们起诉打官司 为什么呢 打官司最后一个救济渠道 我相信你们要打的话 早就打了 我们主张你们调解 按照刚才的那个方案呢 就是你六千多的所谓的医药费 最关键的是一定一定要保证 没有后期治疗费 对 这是关键 这是你打着官司的前提 你不能说我现在调解完了 最后还得大量的后期治疗费 咱调解这个就没有意义了 对吗 对 其实对方担心 一旦我承认了这个过错 的的确认法律有规定 就像交通肇事 医药费报销了 以后的医药费继续产生 继续报销 不报销 不承担这个责任 我就继续起诉你 你们生活多久 因为这个医氧化碳中毒 导致的后遗症治疗多久 他就给你们赔偿多久 这就是一个无理动了 你明白了吗 所以说对方这种担心 我们是理解的 所以说好好给对方沟通 这个事情能解决 我再补充一点 除了这个协商 人民法院提起诉论以外 咱们还可以到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 因为里面还有消费者保护协会 到那里去投诉 也应该能得到一个积极的回复 另外我们从商家的角度说 这个要进行的整改 整改最大第一个对员工安全的培训 所谓的安全培训就是 窗户一定要通风 哪怕天冷也要开个小风 或者开一阵关一阵 这是必须的 第二一定要有通风设备 最好是新风的通风设备 另外一个一定要安装 一样化碳浓度高的说报警器 我们相信这个事情 商家也是受害者 他也是无心之过 所以说我觉得最好的办法 大家互相理解 互相宽容 该整改的整改 避免更大的后遗症 即是对自己的保护 也是对广大消费者的一种保护 好吧 这是我们做这个节目的重要的意义